各位先有,欢迎观看三生三世纸上书,还顺便捡了个师父,师父,小九认谁做师父了?姑姑是莫冤上神,啊拜我师父为师,我师父同意了,他不仅同意了,还是亲自收小九为徒,还说三百年之后是拜师礼呢? 这拜师礼为什么要拖到三百年之后啊?三百年之后,正是你和叶华那小子的婚期,孟渊想着喜上加写,所以才挪到了三百年之后,师父还挺有心的,孟渊上神愿意收你为徒,是三生有幸的事情,以后到了昆仑须更着孟渊上神好好学,既能长知识,又能长修为,既然上神说了要三百年之后才行,拜师之礼,那你明天就跟老凤凰去昆仑须, 先熟悉熟悉环境,再回来吧,小九知道了,师父,你回来了,对了,明天有一位客人要来,你们带他去熟悉熟悉这里的环境,客人谁呀? 你们小师妹,昆仑须十八弟子青秋弟击白凤九你们的小师妹,十七的侄女,怎么有问题吗?没有没有,恭喜师父喜的弟子,九儿的房间就是十七的房间,第二日,凤九出乎意料的起了一个大早梳妆打扮,凤九头戴一只金钗脸上的桃花妆,和红唇窜的那朵凤尾花,时常的娇艳欲滴,让人看了都一不开眼, 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小丫头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就走吧 嗯,好,戒严和凤九刚到昆仑须的时候,已经有人来也迎接了,师父让我们来迎接青秋女君和戒严上神,跟我们走吧 这边请,昆仑须大殿上,你们来了,九儿拜见师父,起来吧,这是卫士送给你的拿着吧 只见一把折扇稳稳当当的落在了凤九的手上,雨林山,你认得他 是啊,这把扇子还救过我一命,当年我被关进索妖塔那个,真塔妖差点没把我给吃了,是他救了我一命,所以我就对他特别熟悉 看来这把扇子我还真没送错,这把扇子归你了,切记,不要利用这把扇子的用途可大了 比浅浅的雨青昆仑山,还要大好几倍呢,请记师父教会,你先下去看看你的房间吧 凤九的整个房间清雅别致,都是女孩子要用的东西 腌制水粉阴阴俱全,还有女孩子的衣服,小九失事后回去了,那好吧,拜别师父 嗯,去吧,等哪天认识认识你这些师兄,大家看见凤九回来了,都上去询问 小九今天怎么样啊,挺好的,见到姑姑那些师兄了没有 见到了,十六师兄挺有意思的 当年我在昆仑需学艺的时候,很照顾我的 他很体贴,大师兄,挺正直的一个人 是啊,他平常都很正直的 这次你拜师的事情,要不要告诉他 不必了,我的事情不需要他知道 任何人都不许传出去 三百年后拜师之礼,他自会知晓 好吧,我先去闭关了 三百年后拜师之礼,我自会出关 这三百年凤九竟不很大 先是挡了飞升上神的结,后是挡了飞升上神的结,也就是四海八荒 第二个女上神,而且都是出自于青秋白家了不起啊 而这些结那白凤九都是自己挺过去的 凤九只是为了五万年后,他站在东华帝君面前,给他亲眼看一看他的实力 当然,飞升上神,连他的家人都不知道 至于他不想让家人知道的原因,是怕他们担心,所以就没有说飞升上神 原本可以天生异象,但是凤九还是把飞升上神的异象给掩盖了去 谁都不知道,这些事情已经是三百年前的事情了 今天是凤九出关的日子,也是他正式拜入墨冤门下的日子 还有就是他姑姑大婚的日子 正当凤九沉思的时候,突然被一个声音打断 只见桌子上有一张白色纸条 写的是,小九,你也该出来了,三百年了 是时候了,今天是你姑姑大婚的日子 还有你的拜师之礼,你不会忘了吧 白凤有看完纸条,直接把纸条烧掉了 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一转眼就三百年了 是时候该出去转转了 对了,这些年我师父送给我的那一把雨淫衫 不知道放哪了,那是是召唤术吧 看看能不能找到,白凤九十把交换扇子的时候 扇子有很强的仙气爆发出来 狐狸洞里的人都被这仙气震到了 所以都过来查看,怎么回事 这扇子是怎么回事 这是谁的扇子啊 小九,你出关了 姑姑,三百年了 你和姑父可还安好 安好安好,我们好着呢 对了,今天是你的拜师之旅 快去准备准备吧 今天也是姑姑的婚礼啊 姑姑是最美的新郎啊 这是凤九的一点贺礼,请姑姑收下 小九,你知道姑姑不喜欢这些的 我当然知道姑姑不喜欢这些了 我还特意去了凤凰 那给你拿了几杯上好的桃花醉 姑姑,这杯酒很劣的 悠着点喝,就这一瓶吗 知道姑姑爱喝,还有好几瓶呢 一会儿叫人送到泥府上去 这瓶你先收着 路上慢慢喝,还是小九了解姑姑 我也该去准备我拜师之旅穿的衣服了 去吧,一会儿别忘了叫人把桃花醉送到我的府上啊 姑姑,你这么贪酒 姑父让你喝吗 浅浅,你又偷喝酒了 小九拜见姑父 连里都是一家人 不必拘束 小九就不打扰姑父和姑姑了 小九先去忙了 谁偷喝酒了 我白浅 为什么要偷喝 我要光明正大的喝 喝酒伤身体 少喝点 您的衣服已经送来了 退下吧 凤九穿好衣服飞往九重天 没错 就是参加白浅的婚礼 凤九在去看白浅的路上 遇上了东华帝君 九儿 你终于啃上这九重天了 凤九只是来参加姑姑的婚礼 参加完婚礼 自然会走 不多留几日吗 不了青秋还有很多公文等着我去看 就不麻烦帝君了 你还好吗 凤九很好 九儿你 凤九告退 凤九走后 九儿你还恨我吗 不过九儿来看你了 有没有需要九儿帮忙的 小九 你来了 没有什么需要你帮忙的 坐着陪姑姑聊会天 拜师礼准备好了吗 准备的差不多了 规矩也背的差不多了 记住 千万不能出什么岔子 小九请记 今天姑姑最漂亮了 就你嘴甜 派子妃娘娘及时已到 我扶着姑姑出去 姑父 我就把我姑姑交给你了 天族大殿 一拜天地 二拜高堂 夫妻对拜 送入洞房 青秋女君白凤九祝贺太子殿下喜得太子妃 这是我青秋的嫁妆 请您过目 这些嫁妆只有我姑姑能用 这青秋女君大手笔 全是好东西 甚至说我们都没有见过谁说不是 莫冤上神到青秋女君白凤九 拜见莫冤上神 今天我收青秋白凤九为昆文须 最后一位弟子昆文须十八弟子凤九神君 什么太子殿下刚迎娶回太子妃 又来一个凤九神君这青秋可真是不好忍呀 一时间大殿上全是议论之声 有议论有开玩笑的有反对的 莫冤听着这些质疑之声 特别不满 高生说道 怎么我莫冤说谁为弟子 还需要你们这些小仙同意不成 顿时全场无一人敢出声 莫冤上神误会了 您说的弟子自然是您说了算 既然天君这样说了 那白凤九就是我昆文须的弟子了 以后见他如见我 此时又有一个声音响起 怎么莫冤你说徒弟连我都要瞒着吗 为什么我今天才知道 好了 今天就讲解到这里 如果你有不一样的看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和小影一起讨论哦 赞同小影的话 可以点个赞 支持一下小影哦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